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 今天我给大家说几个匪夷所事的 搞笑的关于鸡蛋的历史笑话 很多人都有一种认知 就是觉得身居高位的人 一定会比普通人的信息渠道更多 见识也更广 这个还真不一定 大家都知道清朝每个皇帝 都有自己的起居实录 就是事无巨细都给你记录下来 所以在中间就可以看出很多笑话 比如光绪皇帝从小就生活在深宫里面 他居然不知道一个鸡蛋值多少钱 他每天要吃四个鸡蛋 在御膳房的帐上就记载 每天要花费三十四两银子 一个鸡蛋平均要花费八两多银子 极其昂贵 为什么说八两多银子一个鸡蛋特别贵呢 这里我解释一下 清朝的一个正七品的官员 比如一个县令 他就是正七品 一年正式的工资是四十五两银子 所以按照八两银子一个鸡蛋的价格来计算 那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 还不够买六个鸡蛋 当时北京的一个普通市合院 也就值一百两银子左右 按照这个价格也不过只十二个鸡蛋多一点点 可见这个清朝的太监们采购有多黑 这个潜规则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看破不说破 只有皇帝一个人不知道 有一次呢 这个光绪啊 他就问他的师父 叫翁同和 他说鸡蛋这么贵的东西啊 师父 你有没有吃过啊 这个翁同和啊 他知道这个皇宫的潜规则啊 如果说了实话 肯定会得罪了一些负责采购的太监们啊 这些太监们天天跟皇帝在一起啊 要是得罪了他们 随时给你打小报告 穿小鞋 所以啊 翁同和啊 不敢说实话 随口就打马虎眼啊 说鸡蛋这么贵的东西啊 曾在祭祀大典的时候才偶尔吃一点 平时啊 我也吃不起 其实不仅是光绪啊 满清的好几个皇帝 都是不知道鸡蛋的真实价格的 乾隆啊 号称实权老人 就被坑得更惨啊 因为内务府给他的这个膳食清单上啊 写着一个鸡蛋 十量银子一个 乾隆啊 有一次和他的大臣叫汤文瑞闲聊 就无意间得知汤文瑞啊 早餐一次要吃四个鸡蛋 乾隆呢 就大吃一惊 说你一顿早餐就要吃掉四十两银子 我都不敢这么奢侈啊 这个汤文瑞一听啊 就知道自己捅了大楼子了 赶紧撒谎说啊 我买的鸡蛋都是残食品啊 所以很便宜啊 比不得皇帝吃的鸡蛋啊 你都吃的都是好鸡蛋啊 更搞笑的呢就是道光啊 大家都知道啊 清朝的割地赔款啊 就是从他这一代开始的 道光这个家伙啊 治国无人 但是他特别喜欢搞形式主义的东西 经常号召大家要节俭 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他自己呢就带头穿打补丁的衣服上朝 搞得这些大臣啊 要把新衣服特地拿去做旧 还要专门打上补丁之后才赶上朝 一时间啊 北京城里的旧衣服啊 那价格还超过了新衣服 非常可笑 有一次啊 道光看见他的大学士叫曹振雍 衣服上有两个很显眼的补丁 居然比自己还多一个 就问曹振雍 你这衣服打一个补丁得花多少钱 我插一句啊 这个曹振雍啊 曾经有过一句名言 就是多磕头少说话 他是这个官场圣经的发明者啊 这个曹振雍知道这个内务府啊 中保私囊这种潜规则 他怕说错了 得罪太监们 所以啊 随口就回答这个道光说 哎呀 我打一个补丁 大概要银子三钱吧 这道光听了之后就悔恨不已啊 说内务府那帮混蛋啊 跟我说打一个补丁 居然要我五两银子 大臣们啊 也知道道光的这个脾气 所以啊 平时都是投其所好 经常是信口乱说来敷衍他 用一些廉价的神话来欺骗道光 比如啊 道光有一次想知道这个民间一个鸡蛋值多少钱 他就问曹振雍啊 曹振雍这个人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民间的鸡蛋卖多少钱 因为他这种达光贵人哪里去逛过菜市场嘛 根本不知道啊 所以就谎称啊 说自幼患有腹胀气满的毛病 所以生平从来没有吃过鸡蛋 这道光听曹振雍这么说很满意啊 说你真是节俭的好榜样啊 乾隆道光光绪贵为皇帝 而且在历代的皇帝中啊 也不算是蠢材了 却依然被蒙蔽的死死的 无从得知一个鸡蛋该值多少钱 这种基本的生活常识 在他们的身边啊 活着一大堆要靠皇帝的牙税来养活 一家老小的利益链 所以啊 一个鸡蛋是不可能卖出正常的价格的 无论是在这个利益链条中的人 还是在这个利益链条之外的人 没有人敢告诉他们真相 所以啊 站得更高 未必看得更远 很多身居高位的人啊 也是处在各种利益链条的包裹的 信息检防中 未必比普通人啊 见识更多 特别是像习近平这种 本身就是靠拼爹上来的蠢货 天资本来就不咋地 那就更不用说了啊 就算不蒙蔽他 他可能都不知道很多的常识 你要再蒙蔽他一下呢 被那些豢养的走狗吹捧一下 你跟他说一百两银子一个鸡蛋 他可能也真的会相信 好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 咱们明天见